经过个任理事长的发心和努力 让中华佛教比丘尼协进会能够续佛会命 中华佛教比丘尼协进会创会初期毕露蓝旅 经历许多艰辛的过程 透过个任理事长的发心与努力 让比丘尼协进会能续佛会命弘扬佛法 我们中华佛教比丘尼协进会 从创会的开始 是非常的艰辛的 是不容易的 我们常常说 满足乞讨来那 那么还好 我们经历任的余世上 我们静定长老 少红长老 民众长老 佛教比丘尼协议 即将卸任的我们的 弘辉御师长的努力 但下 还有 我们还有一位 肯复出 肯忠心 肯发心的秘书长 他就是 建瓶 他真是一位 大喜大神的发行到 不少量 甚至是 我们比丘尼协的 护航者 他是 真的是 发心奉献 每半一件事情 在每个团体 都一定要有人发心 用你奉献 不计较 不较量 就是 只有 付出 机会 给你 常路法师开始 卸任的理事长 普会长老尼 慈悲 为法妄曲 为佛教贡献良多 佛教要传承 一定要众生 共同发心 不计较付出 用心给予 才能圆满佛陀慈悲的精神 十方新闻 黄慧如欢开节 台中采访报道